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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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了 Boudabousi 現在去找車搭 29分鐘才開 但他已經悶了 咦? 這裡買嗎? 咦? 還有一張 那我那張也是V 我也是沒有買 那... 我們試了很多張卡 很不久 我們試了很多張卡 巴士費25元一張 我看的是蠟 但這邊 我看的是蠟蠟蠟蠟 是不是要蠟蠟蠟? 這個行李超好推 這個行李超好推 我這個行李超好推 然後我們就買了這個72小時的PASS 任搭地鐵和巴士 好 我們應該快到了 好了 多辛苦 我們找到我們的 這間 第一間 B&B 好漂亮喔 比上更漂亮 這個是廁所 很新的很光亮 只是重新裝修過 這邊就是廚房 這是一個很簡潔的設計 這邊是第一間房 超大綠色主題 第二間房 也是綠色主題 這裡是藍色的 這裡還有一間房 這間是藍色的 我多數昨天出發前 剪了樓開 雖然現在樓開 有點太短 這次特地買了一個 新的眼影盒 過來 因為最近喜歡了紫色 而且一直沒有試過 Ruburn Decay的眼影 大家都是大讚 超讚的 這個系列 所以就買了這一盒 在歐洲真的很膽 所以特地買了一個 鐵鏈袋 不想被人剪都不會 有機會剪到 然後這個扣 又是要扭完 這樣打開 這樣打開 才會拿到東西 然後我裡面 還有很多個袋 裡面更加內藏 一個貼身腰包 放我的錢 還要財物 真的很擔心 因為上次在意大利 被人開過 我的背包 那個陰影之後 我真的很害怕 還有這件事發生 但幸好冬天 冷的話 因為穿衣服 一件袋子都可以包 而這個袋子 其實 另外也可以穿在袋子的外面 這樣更安全 好 現在出門口 現在是4點多了 我們經歷了不止幾個小時 終於出門了 耶 怎麼都可以一直這麼興奮 發現了一個很靜的東西 看不看全面 綠色 綠色和綠色 很多垃圾桶啊 我們第一個行程是 我們走商場 因為很近我們的Airbnb 第一個行程是我們來看化妝品 我在想這裡的物價 是不是很便宜 因為現在在買品 這個牌子 這個是微粉 524ft 即是算港幣是14元 這裡還有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本地品牌 但是 很便宜 先吃 什麼都有 這邊有衣服 嘩 這麼大顆 多少錢 500元 即是14元 當然買 經常想日本吃 但其實大未必甜 好多牆 超大 風乾了的 腸 應該是腸 好臭 我聞到有華梅味 對 對 不要再快問了 更愛他們的三文件 看到這個牌子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茶麵包加沙醬 超級爆 好吃 牛油果 可以買完嗎 可以買完美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是鹽 全部都是零食 我們買了 41 400多元 好像一幅畫一樣 然後我們走完商場 其實我發現這裡 車是不會遵守交通規則的 巴馬線是綠燈 我們行人可以過的時候 然後車都是衝過來的 雖然他們大部分都會養人 但是我們一個人之後 他們都會照顧 其實跟韓國差不多 我發覺 Hona這個物價 比我想像中便宜很多 因為我們打算叫一個 Free Cost的Menu 是5600的FT 就是計算港幣 是158元 一直到歐洲的印象 就是很貴很貴很貴 也是因為我沒有做功課的關係 然後發覺這裡比想像中便宜很多 然後我覺得很驚訝 而且我覺得普遍 暫時 今天看到的空眼利潤 都是nice 吃完門都不會 黑黑臉 暫時今天的感覺是兩毫滴 剛剛就在CAPC吃了個早餐 我看到研究的菜單 但是很快轉 我看不及名字 他們就轉走了 是不是叫做Twister 喂喂 又沒有了 原來是有個Menu在 我們很蠢 然後有自由針 然後全部自己拿 裡面是雞肉 應該也是 因為它一定好吃 它是沙律醬加番茄醬 然後雞肉 後面還有那個可以洗手 超好 這人超危險 他打算自拍然後放電話在那裡 好恐怖啊 不要這樣做 好害怕 好害怕人偷 剛才那個檸檬茶有溝水 然後現在他們兩個這一杯的 Sterbuck也是溝水味 怎麼會這樣 這裡廣場應該是那些 觀光地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要來的 幫我們下車 那麼突然 這裡是Hero Square 也不算太多遊客 比想像中是少的 這裡的遊客 我用這樣的身材幫人拍的 我要去哪一邊 我就來 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 剛剛耳後面有人都想想 我現在完全沒有人正 不要笑 60元喝一杯熱的 其實是貴的 但可以試 但其實我是第一次喝熱紅酒 算是不錯 算是不錯 我覺得 什麼人 假的 嚇到我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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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恐怖片來的 營業中的廁所 難怪那個營業中 原來呢 是要300 福林 或者1EUR 我女朋友在這裡 我男朋友要過去 男朋友不斷叫她過去 女朋友在那裡猶疑中 他很牛仔 那樣 過著去 他趕著電話 對呀 不行不行 他怕的 他趕著頭 男朋友很壞 怕你就不要逼他 來啊 DON NUT LIBRARY 他們裡面有沒有鹹呢 有啊 它是不是朱古力 朱古力 可能是 這裡 這裡 這部有什麼呢 我覺得很夢幻 總結這裡是打卡OK 比較接近原味的OK 但是其他比較特別的 就不太推薦 對面男朋友 他們說 留意到 很多人都是買類似原味的 那些特別的 那些是沒有人買的 剛剛加 都是屎 全部都是屎 下一個景點就是這裡 世界最美的 麥當勞 但是一眼就看了 就是這麼大 所以 我們可以走 眨眼看的菜單 其實是沒什麼特別 這個批是韓國有的 那些漢堡也 正常的 甜聞 都是麥旋風 新地的那些 本身過來這間麥當勞 除了打算參觀之外 還打算看一下 因為我很喜歡去到每個國家 都試當地的麥當勞 但是我看到他們的菜單 是沒什麼特別 所以可能先去到下一個地方 因為不想十幾天裡面 可能吃三餐麥當勞 但是也是差不多的東西 我們看到很多人排隊 所以我們都去排隊 最穩陣 會不會是那些 朱古力那些 它的2EUR 是20元 然後一大個也值 一大個也是14元 所以EUR 他們也是收貴一點 超級熱的 看到它出煙 硬的 它介乎餅 和麵包之間 其實我們燒夜吃的時候 我不是會蜜糖擦麵包的 再有一點點NUS的味道 完全就是 我覺得 好吃的 先看看 先幫我們拍 哎呀不行了 超廣角拍 你這個人瘦很多 我們剛剛看的 就是匡拿來的國會大樓 然後走過一點 就會看到對岸就是這個魚人寶 現在來到這個多佬河岸 其實我覺得 對面魚人寶 那個 那些景是很漂亮 但是可能要用眼望 才會更加震撼 因為它顏色的把握度 其實不算太高 所以用鏡頭拍的 可能要用Filtre 或者再調色 才會漂亮一點 所以 我覺得用用眼望 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然後後面有一扎鞋 是有個很悲傷的故事 所以我們特意過來看 對… 可能有東西可以玩 你看到這裡 咦? 但其實衣服很厲害 这衣服很厉害 哇 进来的辣椒味很棒 这个是混合的 这个可以啊 还有一个匙羹 这个原来好像百货公司那样 是不同的店 然后放一个懒得研究 最后有个cashier可以付钱 然后我们买了很多辣椒酱 这个布达布斯是出名的这个红椒 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多红辣椒 黑巧克力 creamy chocolate 迷底终于解开 为什么今天这家会这么少人呢 布达布斯的朋友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里会这么少人呢 就是我们走一条街都是这样 人烟是很清静的 是正常还是为什么呢 原来今天是匈牙利的公众家 是他们的国庆 所以所有人都会病在家 然后基本上所有店铺 除了旅游景点之外 都不会开 然后我们偏偏就选中今天来 打算逛街买东西 是一个极度错误的选择 最后就没办法 今天就是吃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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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拍照 然后很多景点 然后现在晚上还下雨 所以我们来了这个 有间餐厅是什么国菜式都有的 因为我们已经不想再吃薯条 不想吃包的 所以我们就来了吃夜晚饭 然后我们回家的途中 不打不撞景 然后看到这个摩天轮 好漂亮啊 因为现在我猜是没有人搭 所以他才动得这么快 不是 可能是快速转进去 不是他下面是没有人 就是 绝对是这个速度上不了他 哈哈哈 我觉得呢 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突然间有个这么光这么白的摩天轮 呢 好漂亮 是好觸目 好看 摩天轮 哎呀 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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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